幼儿园小朋友活泼快乐的表演 让现场的卢秀燕市长、教育局长、中台科大校长等人 也跟着节奏打拍子为活动带来热闹气氛 台中市教育局举办 台中市铺子非盈利幼儿园 完工剪彩即启用典礼 由卢秀燕市长邀请中台科大校长李龙胜 与教育局长杨振生及议员里长代表们共同主持 台中目前有20家非盈利幼儿园 充分展现卢市长公佑倍增政策的决心与行动力 我们提出了公佑公托倍增计划 那今天这个开业的呢 今天开幕的是我们在北屯区 这个水井铺子军工这个区域的铺子公佑 那这个公佑是大型的幼稚园 大概可以提供10班 其中有两班是幼幼班 那我们甄选的非常优质在地的大学 中台科技大学要来帮我们经营 那未来呢我们在这个公佑方面呢 我们从原来的59班 那到现在为止又增加了131班 整个目标是要增加到180班 那整个目前的进度是超前 祈福一事中 卢市长与贵宾们用大坑当地的竹子 所做成的竹片写下满满祝福 接着卢市长走入教室内的燕子妈妈共读区 与幼儿园小朋友共享阅读的乐趣 市长感谢各界的帮忙 及施育员支持预算 共同催生这座美丽的幼儿学习原地 相信在专业的师资资源 适性的课程 及引入在地文化基础下 为幼儿教育带来幸福与快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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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